大家好,13点10分了啊 看到这个年轻的不到30岁的山东辽城的这位受害者啊 我这个对他被骗啊 我这个义愤填膺啊 我这个气啊,我就不打一处来啊 我也联想到我年轻的时候被人骗过好几次啊 是吧,我刚才说姓马的 姓圆的 姓白的 姓陈的 姓斯的 啊,是不是,这就五个,还有,还有 是吧,我现在记得就至少这五个啊 所以 我们都是善良人 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啊 这个赚一点钱 改善自己的生活 啊,或者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总有一些人 他追着你,他盯着你 就像那个苍蝇啊 当然我们也是有份的蛋 因为我们是善良人 我们不承想 没想到有这些恶人 是吧 这个 总是他们在 借机下蛋 他们在 啊 下驱 是吧 好吧 朋友啊 但是你看他用这手段 我刚才说了啊 这就是一种固定的套路了啊 是一种产业链了 但是他们家有有关系 其他被骗的报警也没有立成案 看见了吗 警察不给立案啊 所以说啊 不怕黑社会 就怕社会黑啊 警察啊 公检法 他已经不仅仅是保护伞 他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如果执法都是严明的 都是公正的 黑社会能生存吗 骗局能生存吗 对吧 但是啊 这就是警察的外快 这就是 是吧 吴斯先生写过那书 血酬定律 对不对 我现在非常穷 加上我有慢性病 如果不能追回这笔钱 可能再有五年才能翻身 我孩子也太小 我耗不起啊 你帮我出个主意吧 这事我怎么才能破局 我现在房子还在还着房贷 孩子才一岁多 我又有慢性病啊 如果这个钱不能追回 我的生活所需 我的生活所需 就会中断 那甚至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啊 后果可能妻离子散 希望您帮我出个主意 什么样的主意 我都能听您的 只要骗子骗我的钱 能够追回就行 希望您帮我想一下 看您的节目也一年多了 觉得您就像一个大哥一样 拜托您了 附件中这个录像 就是他们刑警队给我的解释 彻案录像 这个全程都在敷衍 对这个系统寒了心了 您这个文件啊 我刚才看了一眼啊 这个文件太大了 我打不开啊 写着暂不支持预览 暂不支持预览啊 该文件暂不支持预览 也不用看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了啊 这类似的事在中国太多了 前一段那个黑龙江省公安厅的警察 他们的厅长 副厅长不是死了吗 副厅长应该是跳到江里自杀 或者是被自杀 公安厅的警察都向我这来做爆料 有很多都是体制内的人向我爆料 还有河北 河北廊坊地区的 也有向我爆料了 他掌握了好多料 是吧 包括已经这个落马的一些人 或者怎么样的 不过我跟您出个主意 你看有一回 当然这要付出代价 也有风险 上海上海有一个人 法官特别黑吗 大盖帽两头跳 吃了原告 吃被告 他觉得自己 他那个案值比您这高多了 您这最多二十万 他那可能几千万 那个人咽不下这口气 就开始跟踪这些法官 法官嘛 吃喝嫖赌抽都沾 后来他跟踪到了 就是上海法院 集体嫖娼案 法官 好几个法官 什么厅长 副厅长 逐审法官 到了一个度假村 然后这个人就跟踪 然后他比较胆大 他第二天说 我也在这 住店的 然后那个 他进入那个监控室 他说我在这丢东西了 我估计啊 他这么说 人家可能不给他看 他可能给监控室的那个 负责看那个 那个监控的那个保安之类的 或者保安队长 保安经理可能给点这个 然后就发现了一堆的法官 搂着女的进房间了 然后他这事就搞大了 对吧 这个要有一些对方的罪证啊 是这样 别人在中国就是一个强弱 欺负你 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 你他打你一拳 你不言你 打你两拳 他越打越上瘾 很多人欺负人 欺负习惯了 尤其是穿狗皮的 穿官衣的 公检法的 政府的人 对吧 中国社会就是欺负人 但是当你能给他一拳的时候 让他感觉疼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来解决问题 是吧 我刚才说这上海 那个法官集体嫖娼案 还有重庆的雷正傅 是吧 被那个叫什么人民监督网 那哥们叫什么 你叫什么疯啊 啊 就你你可以在网上搜 人民监督网 那哥们 但是最近好像一年 他也不发东西了 是吧 有很多这种情况 你能掌握他的一些罪证 他可能会帮你处理 但是你要付出代价 还不一定成功 有可能还给你带来人身的威胁 根据我刚才看您的情况 您也不是太富裕 然后呢 孩子还小 才一岁多 您身体又有病 我个人 我不建议您这种鱼死网破 不然您就忍了也行 真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我原来住在燕郊的时候 我前几年住燕郊 这不是前两年 中国政府又掀起什么 这个公监法的整风吗 要整这帮人吗 实际上不是为老百姓 他是又一次的权力资源 这个官位前的洗牌 然后有一个吉林的我邻居 还跟我说 说你不是认识人多吗 你见多识广 说我们老家 他的姨父还是什么人 被人家活活打死了 当地也是就不公正 中国的法律就是不公正 只有不公正 把黑的抹成白的 颠倒黑白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放过真正的罪犯 法院的人才能捞到好处 对吧 如果他公正执法 他能得到好处吗 对吧 前一段陕西西安 一个法官 他也是网法裁判 贪赃网法 太不公正了 被一个苦主受害者 盯他 盯了好几年 在一个车站附近 给抹脖子了 直接就把这个喉管 动脉就给切断 人死了 对吧 这种现象存在 黑龙江的忽兰大侠 杀了好几十个公检法的人 对吧 北京的白宝山 当初那警察 本来他是盗窃 就抢了几个老玉米棒子 最后给他说成是 不断的在监狱里边搞揭发 最后给他弄成了抢劫 本来在北京服刑 还是天津茶店 最后弄到新疆石盒子 白宝山就说了 我出来 我要杀得动 我就杀大人 杀不动我杀小孩 对吧 当然他出来杀的人 都是无辜的人 有那个北京德胜门 卖烟的一个女摊贩 他拿自动步枪 给人打死了 是吧 到新疆 有那维吾尔族 都是现前那会儿 有那换汇的 他也杀了好几个人 还有无辜的人 在沙漠里 只是看见他了 他一枪把人杀了 把人摩托车抢跑了 包括把他的同岸犯 跟他在石河的一块服刑的 新疆当地一个小伙子 在天池两枪 后脑勺击穿 他还杀了好多军队的哨兵 那个总参 总参军训部射击场的 这个河北保定徐水县 三十八军那个高炮团的哨兵 是吧 还有重庆的张军团伙 是吧 这都杀了好多人呀 田明健 是吧 但是这种人都是特例 我看您身体不好 还欠着银行的房贷 买着房子 还带着款 然后孩子才一岁多 是吧 我劝您就人在矮颜下不得不低头 真的 反正留着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山崇水赋 遗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于您来说 您的人生还有三分之二呢 是吧 这个也只能忍 是吧 您要让我说 我让您跟您跟人拼命去 我不可能说出这话来 对吧 我也是个怂人 我要不然我从中国大陆逃出来了呢 对吧 我跟那些人 我也喘不起那个气 我喘不起那个气 我惹不起人家 对吧 所以我就惹不起 我躲得起 要么忍 要么滚 对吧 所以像您这情况 我劝您 一方面就想想各种办法 我也没有绝对的办法 每一条路 在这个十字路口 每一条路 比如说三条路 你往前走下去 前面是什么 是一个大坑 一条大河 一座高山 一个陷阱 还是一个光明坦途 是吧 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我也不敢打保票 对不对 我也被人坑过呀 也坑了好多钱呀 我刚才说了 至少五个人 我现在随便一想 就五个人坑我钱 对不对 原来还都是我的朋友呢 熟人呀 中国人叫杀熟杀熟 他不是熟人 他怎么宰你一刀 他怎么杀你呀 对吧 都是熟人呀 我当初都轻信了 对吧 当然我说 这是这五个 还有 少的就不算了 对不对 但是我也劝您 钱财也是身外之物 是吧 有的时候 我知道不容易 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是有的时候 没了也就没了 看看人家 这郭文贵你们是你们这个辽城老乡 在中国大陆 他的资产高估的说一千多亿啊 少的说也值七百亿 他还拿得出来吗 像他那盘古大关的房子 对吧 那么好的房子 那么好的地段 在奥运村 对吧 你共产党 对吧 当然了 他也欠很多人的债 郭文贵也有他的问题 他在国内也涉嫌 拖欠别人的好多 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个公司的钱 他也欠着 所以这世界上的事啊 还是想开点 是吧 你看看人家毛泽东 当年 是吧 国民党的团练 地方武装 把毛泽东都抓住了 他赶紧把兜里的 那个现大洋 塞给当兵的 然后他躲在一个 一个沼泽地 一个湿地 或者一个水里边 那个炉尾档里边躲着 他就跑了 他要不掏那几块钱 是吧 我们每个人 这一辈子都被人坑过 或多或少的 都被人坑过 所以呢 是吧 也只能是我劝您 想开一点 根据您的情况 您的体力 您的年龄 那么小的孩子 还欠着贷款 是吧 我不瞎出主意 有的人说啊 中国的贷款 不用还了 不用还了 你的信用就有问题 你能马上出国吗 你也出不来 现在 对吧 所以我劝您的是一种 委屈求全 断尾求生 委屈 委屈 是为了求全 断尾 是为了求生 是吧 人在矮言下 不得不低头 对吧 你到了旁边那个县 出门矮三分 中国到处都是黑暗的 都是勾兑 都是利益输送 是吧 都是地方保护 中国 整个中国 就是一个黑社会 整个中国 就是个黑社会 大大小小的 这个土财主 土霸王 南霸天 这个臭流氓头子 土匪头子 对吧 到处都是中国 没有一块干净的净土 在整个中国大陆 是吧 比如说 我劝您 要不然您攒钱 攒一笔钱 离开中国大陆 对吧 要不然在中国大陆 你就得想开点 想开点 你想不开 你只会自己特别痛苦 本来你就有慢性病 再把你的慢性病 再严重了 是吧 反正人活着 就有一切 好死不如赖活着 对吧 然后 看长远吧 这个也不再 一城一地的得失 人生路还长着呢 是吧 这个 我相信 您将来会有 非常好的人生 是吧 这件事 我给您出了好几个主意 也把各种的利弊得失 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的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过来人 一个五十来岁的 已经超过五十岁的人 我跟您说的掏心窝子的话 肺腑之言 也是我作为一个人 说的人话